公元1975年 在我国青海省乐都地区 发现了一尊彩头罐 据有关专家考证 这是一件马家尤文化时期的出土文物 据今天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更神奇的是 这个彩头罐上有一个奇特的人形浮雕 这尊人像为男首女身 呈现出一个张口呼吸吐纳的 战装变弓姿势 说明在五千多年前 古人已经懂得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 来调和阴阳 后来的皇帝内经 战国玉佩明 以及汉代的雀古石器篇 导引图等一系列文献 更进一步说明了 我们的先人对呼吸吐纳的养生意义 有了充分的认识 正是在这样厚重的历史土壤中 产生了现代称之为气功的 独特的养生方法 六字气绝极为其中之一 六字气绝 最早的文献 建于南北朝时期 两代曹宏景的养性严命路 其中的福气疗病天记载 纳气一者为吸也 吐气六者为吹 吸 喝 呼 嘘 嘶 皆出气也 为取致病 吹已去热 呼已去风 吸已去热 喝已下气 须已散寒 思已解极 之后 历代一家 养生家 均有所阐述 见仁见智 各有侧重 为了使中华气功这个瑰宝 能进一步为全民健身服务 国家体育总局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 坚持以继承为主导 同时结合现代社会特征 和全民健身需要的原则 在不同版本传统六次学基础上 编创了这套 具有时代特征的健身功法 健身气功六次学 经过一年多的 在群众中试行和功效实验 大家一致认为 健身气功六次学 既保持了传统气功的精髓 又增添了时代的色彩 健身气功六次学 读音吐气法 健身气功六次学 读音吐气法 呼吸吐那是健身气功六次学的 基本特点 它是通过特定的吐音 来调整与控制体内气息的 升降出入 健身气功六次学 总的要求是 吐气不出声 具体来说 对于初学者 可以吐气出声 主要是为便于吐音校正 防止憋气 功法熟练后 则应逐渐由轻声 自己听见 而他人不闻 而转为无声 六字与脏腹的对应关系是 虚对应肝 喝对应心 呼对应体 丝对应肺 吹对应肾 吸对应三胶 虚字诀 吐音方法 虚音为虚 虚的生母为西 孕母为鱼 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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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平生 鼠牙音 虚字诀的要领事 发生吐气时 两唇和牙齿稍微张开 舌头放平 上下槽牙中间留有缝隙 槽牙与舌头两边也留有空隙 气息 气息经过舌头两边及曹牙间的空隙中慢慢呼出体外 虚 虚字诀的功效是 虚字与五脏中的肝相应 口吐虚 口吐虚字诀具有卸出肝脏浊气 调理肝脏功能 疏通肝经的作用 喝自诀 酲字诀 喝 喝音为喝 喝的生母为喝 蕴母为鹅 鹅,鹅为瓶声,属舌音 鹅子觉得要领事 发生吐气时,两唇和牙齿张开 舌头稍微厚缩一些 气息经过舌面与上额之间缓缓呼出体外 喝 喝字觉的功效是 喝字与五脏中的心相应 口吐喝字觉具有泄出心脏浊气 调理心脏功能 疏通心经的作用 呼字觉吐音方法 呼音为呼 呼 呼为平音,属猴音 呼字觉的药领事 发生吐气时,把口唇搓圆 同时舌体稍微下沉一些 气息从喉部呼出时 经过搓圆的口唇中间慢慢呼出体外 呼 呼字觉的功效是 呼字与五脏中的脾相应 口吐呼字觉具有 泄出脾胃浊气 调理脾胃功能 疏通脾经的作用 丝字觉 丝字觉 吐音方法 丝音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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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为平声 属齿音 丝自觉的药领事 发生吐气时 上下门牙对齐 舌尖轻轻抵在下牙齿的内侧 气息主要从门牙 及其他牙齿间的缝隙中 慢慢呼出体外 思 思字觉的功效是 思字 与五脏中的肺相应 口吐思字觉具有 泄出肺脏浊气 调理肺脏功能 疏通肺经的作用 吹字觉 吹字觉 吐音 吹音 为吹 吹的生母 为痴 韵母 为威 吹 吹 吹为平声 属唇音 吹 吹 吹字觉的要领事 吹字发音 分三步 第一步 舌尖轻轻抵在上齿内侧 两唇和牙齿稍微张开 发痴 第二步 把张开的两唇稍微闭合 舌尖轻轻轻抵在下齿内侧 发音 吹 第三步 把两唇再稍微张开一些 同时 舌尖轻轻抵在下齿内侧 发音 吹 吹就是把这三步连起来 读作 吹 吹 发声吐气时 气息从喉部呼出后 经过舌头的两边绕到舌下 再经两唇间慢慢呼出体外 吹 吹字觉的功效是 吹字与五脏中的肾相应 口吐吹字觉具有 卸出肾脏浊气 调理肾脏功能 疏通肾经的作用 吹字觉土音方法 吹音为吹 吹的生母为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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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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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觉的要领事 发声吐气时 两唇和牙齿稍微张开 嘴角稍微厚拉一些 舌尖轻轻抵在下齿内侧 吹 发声吐气时 气息主要从曹牙 及其他牙齿间的空隙中 慢慢呼出体外 吹 吹字觉的功效是 吹字与五脏六腹中的 三胶相应 口吐西字诀 具有疏通少阳经脉 调理上中下三胶 畅通全身契机的作用 健身器工六字诀的分解动作 预备时 自然站立 两脚分开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两脚微微弯曲 头要正 颈要直 目视前下方 两脚分开与肩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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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脚 each 胸身同低 二脚分开与肩都延eb 三脚分开与肩ANS 微曲期下蹲 身体后坐 同时两掌内旋 缓缓向前拨出 至两臂成圆 两掌外旋 掌心向内 起身 两掌缓缓收拢至肚脐前 虎口交叉相握 轻舞动脐 静养一会儿 自然呼吸 目视前下方 须自觉 两手松开 掌心向上 小指轻轻贴在腰尽 慢慢向后收到腰间 两脚不动 身体向左转九十度 同时 右掌由腰间 缓缓向身体左侧穿出 制约与肩同高 并配合 口吐虚子音 眼睛 随之慢慢睁大 目视 右掌伸出的方向 右掌 沿原路 慢慢收回腰间 同时 身体随之 转回正前方 目视前下方 然后 身体向右转动 穿左掌 吐虚子音 动作及要领 与前相同 只是方向相反 如此左右交替练习 共做六次 喝字诀 接上试 两掌微微上提 指尖朝向斜下方 屈膝下蹲 同时 两掌缓缓向前下 约四十五度方向插出 屈肘收臂 两掌小指 一侧相靠 掌心向上 呈膨掌 两掌 约与肚脐相平 目视两掌心 两掌缓 两掌缓缓伸直 同时屈肘 两掌 捧至胸前 转成掌心向内 两中指 约与下合同高 两掌外展 与肩同高 两掌内翻 掌指朝下 掌背相靠 缓缓下插 同时 口吐喝字音 两掌 下插至 与肚脐相平时 微曲七下蹲 两掌 内旋 掌心向外 缓缓向前拨出 至两臂成圆 第二遍 两掌 外旋 成膨掌 然后重复前面的动作 如此反复练习六遍 呼自觉 当上势最后移动 两掌向前拨出后 外旋 转掌心向内 对准肚脐 两掌缓缓伸直 同时 两掌缓缓合拢 至肚脐前 约十公分 微曲七下蹲 口吐呼自音 同时 两掌向外称 至两臂成圆形 然后再合拢 外称 如此反复练习六遍 四字学 接上势 两膝缓缓伸直 同时两掌自然下落 掌心向上 食指相对 两掌缓缓向上拖至胸前 约与两褥同高 两肘下落 加肋 两手顺势力掌于肩前 掌心相对 指尖向上 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 斩肩阔胸 藏头缩向 目视前上方 微曲期下蹲 口吐 口吐丝字音 同时松肩伸下 两掌缓缓向前平推 逐渐转成掌心向前亮掌 目视前方 两掌外旋 转至掌心向内 两肩缓缓伸直 同时曲肘 两掌缓缓收拢至胸前约十公分 然后再落肘 然后再落肘 加肋 立掌 斩肩或胸 藏头缩向 推掌吐丝 如此重复练习六遍 吹自觉 接上市 两掌前推 然后松慢伸长 变成掌心向下 两臂向左右分开 经侧平举 向后 滑弧形 致两掌心 轻贴腰 两掌下蹲 同时口吐吹字 两掌下滑 前摆 须肘提臂 环抱于腹前 掌心向内 约与肚脐相平 两肩缓缓伸直 同时 两掌 慢慢收回至腹部 指尖 指尖斜向下 五口相对 两掌 沿带脉 向后 磨运至后腰部 然后 再下滑 前摆 吐吹 如此反复练习六遍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自觉 西自觉 接上市 两掌自然下落于体前 内旋 掌背相对 掌心向外 掌心向外 指尖向下 目视两掌 两肩缓缓伸直 同时 提肘 但手 经提前 上提至胸 两手继续上提 至面前 分掌 外开 上举 两臂 成弧形 掌心 斜向上 目视前上方 屈肘 两手经面前 收至胸前 与肩同高 指尖相对 掌心向下 目视前下方 屈膝下蹲 同时 口吐西自 两掌 缓缓下按 至肚脐前 两掌 继续向下 向左右 外分 至左右 胯旁 约15公分处 掌心向外 指尖向下 两掌 掌背相对 掌心向外 指尖向下 目视两掌 然后 再上提 下按 吐西 如此 反复练习六遍 收事 接上市 两手 外旋 转掌心向内 缓缓 缓缓收回 缓缓收回 交叉相握 轻腹肚脐 同时 同时 两掌 两掌 缓缓缓伸直 墓室前下方 静仰片刻 两掌 两掌以肚脐为中心揉腹 顺时间六圈 逆时间六圈 两掌 两掌松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健身器工六圈 是通过特定的土阴 来调整体内气息的升降出入 进而达到调整脏腹阴阳平衡的目的 在众多功法中独具特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功法在吐音的同时配合动作导引 内可调脏腹 外可练筋骨 具有内撞脏腹 外溅筋骨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 炼仰相间 阴阳相继 如行云流水 连绵不断 如人在气中 气在人中 现实出气功 宁静 庄重之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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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